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实战 那么来看一看怎么用加瓦代码来实现一个性能测试脚本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关于性能测试的一个核心原理 那就是基于协议和多线程 模拟真实场景它其实是非技术类的 所以我们暂时缓一缓 我们先把这两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先给解决掉 那么这节课的这个实战其实就是来解决前面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节课的一些这个知识消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后边很多东西就不太需要 一定要依赖于某一款工具了 我们没有工具的时候 也就是说后边这个话题 当我们没有工具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工具没有办法搞定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通过自己开发性能测试脚本完全可以往来完成 而且更加的灵活 不会受这些工具的一个规则的约束 反而是更好更理想当中的一种状态 那当然工具有它的方便的地方 咱们也需要去学习它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提高效应 但是工具并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工具是搞不定的 真的搞不定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前边的这几个核心原理 你会发现工具能够解决的 也就这两个层面的话题 后边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工具解决的 都是我们经验的积累 而后边这个又尤其是最为重要的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收集到一些数据 但是工具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怎么是收集数据 收集什么样的数据 收集的数据准不准确 这些工具都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经常讲 无论是性能测试工具也好 安全性测试工具也好 自动化测试工具也好 什么测试管理工具等等也好 所有的一切的工具 所有的工具 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三分之一的问题 这是工具的价值 它只能帮助我们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 剩下三分之二的问题 都不是工具能够解决的 都是需要我们的本身的能力 我们本身对技术的运用 这是这一点 任何工具都是这样 所以请大家 千万不要迷恋工具 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工具的奴隶 失去了这款工具 你可能什么都干不了了 工具只能帮助我们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 或者说提升一定的效率 只能说提升一定的效率 因为工具之所以它会成为一款工具 所有的工具这样 那么它一定是通用的 它一旦通用了以后 它就会考虑很多东西 考虑很多用户的使用场景 它反而没有办法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 有一些定制了 所以它只能说从一定层面提升一些效率 但是如果用的不好 它反而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这节口专门设计一个专题 来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去使用代码来实现一个性能测试 Java可以 我前面就讲 Web测试也给大家讲过 CShop可以 C++可以 Python可以 等等 所有的编程语言只要它支持网络功能和多线程 就支持协议和多线程 这两个技术的编程语言 包括这一元我们通过扩展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工具本 这个编程语言本身 不是我们这节口要去关注的重点 大家有这同学可能并不知道Java是怎么一回事 也没有专门学习过Java 没关系 它不是我们的重点 语言本身不是重点 如果你真正理解这个过程 你用任何你擅长的编程语言 都可以去完成 都可以去做到这一点 所以咱们这节课的学习 请大家有达成一个一致 咱们不要去关注这个Java代码怎么写的 否则我们又纠结进去了 又陷入到这个底层的东西里边 细节当中 没有办法跳出来 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 我这边只是为了演示方便 给大家用Java来实现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要实现这个Java实现一个性能测试 我们要主要来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测试呢 咱们主要就还是针对 论坛 登录和发体 这两个核心功能 说到这儿呢 顺便也给大家再提一下 咱们做性能测试的时候跟做功能测试不一样 我们不会针对所有的功能都需要去测试它的性能 我们做性能测试一定是去测试它的最关键的业务 确保因为关键的业务呢也是使用最频繁的业务 使用最频繁的这些这个业务或者说这些功能都没有上性能上的问题了 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附加的一些功能应该说问题都不大 有时间再去测 没有时间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再去测它 当然绝大部分情况就是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关注它的核心的业务 对核心的业务来进行性能测试 那么我们这边呢就针对论坛的登录和发体 两个核心功能来进行性能测试 那么第二个从技术层面来说 要实现登录和发体 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发送拨设请求 然后呢同时咱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怎么样呢来使用Java的多线程 多线程那么是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一些流行的编程语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任何应用程序都会牵扯到用多线程的方式来调用 所以多线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事实上代码实时起来呢又并没有多拿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来理解这个原理 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多线程的一些这个实现的细节 那样的 总之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希望啊 咱们一定不要去太多的去关注细节在这节课上面 因为我们性能测试还有很多的知识 后边呢我会给大家慢慢的去把这些细节掰开了 然后睡了去给大家讲 那么要实现这个性能测试的话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post请求的发生 还有呢一个多线程 那么多线程完了以后呢我们需要去获取性能指标 这样呢基本上一个性能测试的实施的部分也就算是完成了 后边就是我们这个分析和优化的部分 那么这个呢是工具啊或者说代码都不会去解决的 我们呢所以主要的就是看看这几个层面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来看看怎么来使用加瓦来发送一个post请求 去实现登录和发体 这个在前面咱们web课程也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边呢简单的去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就行了 那这边呢是我的一个 关于这一个性能测试脚本的一个加瓦实现的代码 testman呢是一个主调的函数 这边是man函数入口 后边的话呢是相应的一些操作 最后呢这边是一个多线程 就这么三个 那么对于发post请求的操作在哪呢 其实我们看到啊在多线程运行的这边 直接使力化了php1的post这一个类 所以我们的这个发帖本身的操作就是怎么发送post请求 怎么去实现登录啊都在这个类里边 好这个类的话首先我们定义了主机的名称 主机的端口号 然后呢一个 http的hpclient的一个类这个hpclient呢是apache的一个另外一个开源项目 它呢就是更方便的可以让我们去发送hp请求 其实前面我们学web测试也让给大家讲过 其实不用这个hpclient的类我们同样可以用java最原生的uilconnection也是可以去发送请求的啊 所以这部不是问题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去使用一个开源的一个类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整个代码实施起来呢 相对来说更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只关注在核心层面不用去关注啊这个请求到底怎么发枯可以怎么去维护等等啊 我们不用去关注太多那方面的东西啊 当然这段代码我们不用这个hpclient没有任何问题啊 同样都可以做到 好这边呢有一个构造函数实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的传递主机名和端口号 好那这边呢就是都落个印啊实现登录的一个核心代码 这边post method呢告诉我们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提交到的服务器段的页面 这个是我们post的页面的一个uil地址 这一部分加上host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uil地址 好下边呢就是咱们的post的请求的参数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使用hpclient的这个框架以后呢 咱们的参数是使用namevaluepair这一个类来实现的 这样呢它会让我们看上去这代码更加的明了 不像我们以前实现post的请求的参数就是step等于2 andlgt等于0andpw等于0andpw等于0andpwpw等于2356 看上去揉成一团 特别参数很多的时候那个月的可读性就很差 这样呢可读性会高一点 当然代码也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更加的简洁明了 然后的话呢再设置我们的这个参数再把它给发送过去 这样就一个登录的post请求就发送完了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也不需要去再去实力化 uil connection等等啊 再去做这个参数怎么样再用flash 调用flash去传递 这些过程其实都给封装好 我们只需要调用它最核心的部分 告诉uil地址是什么 告诉参数是什么 然后呢请求就发完了 那这样呢这个登录就相当于呢已经实现完成 好下边呢就是一个发帖的操作 发帖的操作呢 同样的道理 还是呢给定uil地址 我们要对哪个页面进行发帖 这边呢是我们服务器提交的uil地址 好那么这后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些参数 当然这边还有一些时间的格数啊主要也是作为参数传过去 好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参数啊有个verify code的验证嘛 当然这个呢是跟一个php用的一个业务逻辑有关的 它为了避免这个作弊 它会类似于现在给我们发送了一个图片验证嘛一样的道理啊 它发送了一个文本验证嘛我们需要去获取到它 这个呢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从响应当中去获取到这个字字段就可以了 好这边呢是铁字的标题铁字的内容 step等于2是它一个既定好的一个参数 我们不用去关注它是什么东西 pids action等于6表示这是一个新发的帖子 如果是回帖的话呢 action等于replay啊这是它参数的意义 fid等于29是表明完 249这个论坛的板块啊 编号为29的这个论坛板块去发帖 好最后呢把这个请求发出去 这样呢就实现了啊 两个简单的这个函数就实现了登录和发帖 这两个这个代码啊 php问的post这个类底边的几个方法 就可以解决我们第一个问题 post请求发送的问题 好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呢使用了httpclient这个开源的这个框架 apache的一个开源框架 大家呢如果要去实现呢也可以先下载一下这个框架 好我们把这个完整的代码呢看着啊 再全面一点 大家如果需要跟着一起去练习呢 也可以呢去这个先抄下来 好后边呢是几个请求 dlogin是这个样子 好在后边呢是发帖 dopost是这个样子 好再往下一点 好这个操作就结束了 好这边是剩下的一部分代码 这边呢都是一些铁字的标题啊 随便写就可以了 我这边加了一个时间呢 只是为了更好的区分 它不是问题的关键 OK这是这些代码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解决的就是第二个问题 多线程的问题 这是在我们的testman这个类里边 多线程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 加瓦的多线程的接口 runnable 所以我们的这个类呢 必须要实现runnable 这个多线程接口 实现完了以后 在我们的man函数里边呢 就需要去 用runnable这个接口去实力化 我当前自己的这个类 然后呢再用thread这个类去 通过循环的方式就可以呢 这个产生多线程 比方说这边呢 循环多少次 我们就相当于这边 就产生了多少个线程 然后调用这个线程的start这个函数 好 那当我们调用线程的start这个函数的时候 其实呢 一调用start一次 相当于它会默认运行这个runnable这个接口的一个 必须要实力化的一个方法 run 这个run必须要实现 一旦我们调用 一旦我们调用start其实就在调用run的这个方法 这是runnable里边一个定义好的一个接口 必须要去实现它 这个是加瓦面向对象里边会给他介绍的 接口里边的这个 这个方法 我们呢 在实力化的时候一定要去实现 否则呢 我们去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 它是会报错的 这也同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就是说接口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规范 你要实实实现我这个接口 那你必须要实现这个方法 这样呢 就可以保证任何一个程序员 他呢 再去实现一个接口的时候 他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名称来实现 保证一个这个代码的一个规范和统一 关于接口啊 加瓦代码的接口啊 或者说面向对象的一些核心啊 本身这个接口 它也是属于面向对象里边很重要的一点 面向对象的特性呢 分成三个 第一个呢 叫做封装 第二个呢 叫做继承 第三个呢 叫独态 接口呢 其实类似为 类合方法 包括这些类的变量 是为了实现封状 然后 类类继承复类 那么 是属于继承的这一部分 那么复类的所有方法 在类类都可以调用 接口的话呢 主要是实现多台的一个核心 好 这个呢 是我们专门的课程去给他介绍的 这边我就不再多去介绍了 了解就行了 好 那么在run里边我们干嘛 其实在这个多线层里边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调用 比方说实现登录 实现发题 好 我这边呢 又做了一个 一个 区别 就是不是掉一次登录 就掉一次发题 而是我登录一次 就每个线层只一次登录 然后边呢 不停的发题 那这边这个 iteration counter的数量呢 就决定我到底要发多少个题 好 然后这边呢 都破试里边还有传了一个参数叫 singtime 思考时间 思考时间 说白了就是我每发一个帖子以后 我暂停不上时间 如果是零就表示帖子是连续发 不暂停 但顺便也给大家提一下 像这种不暂停的情况 其实就是不符合真实的场景 因为真实的场景 一个用户 即使他要发多个帖子 每个帖子 发帖 发帖 请求之间 他总是要去写一个帖子 总是要去做一些操作 这个时候对服务器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思考时间 也是为了我们模拟真实场景来设计的 那当然这边呢 就简单做了一个思考时间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暂停 发一个帖子以后 我们需不需要暂停 pacing time 暂停时间 你可以设成 你可以设长一点 那么也都是为了去模拟这个真实的场景 然后来做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相当于整个这个实现 PHP论坛发帖的 这么一个性能测试 就已经算是完成了 这边呢 有怎么样去通过 POSE请求发数据包给服务器 这边呢 怎么通过多线程的方式 来让这个发数据包呢 是以很多很多人同时在发的这种方式来体现出来 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性能测试的一个根本的目的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来模拟很多用户 我们讲 模拟很多用户数呢 就是跟这个县程的数量有关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模拟50个用户 那就是50个县程 那每个县程呢 我让他发5个帖子 发10个帖子好了 好 那么这样呢 就相当于我们同时就可以发500个帖子 有50个用户同时在发 每个用户发10个帖子 达到同时对服务器施加压力的目的 这就是性能测试本质 它是本质性的东西 当真实的在做性能测试实施过程上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要考虑的东西 这是后边的课程再给大家介绍 好 现在到了这一步 我们的代码已经是完善了 没有任何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施 那么在正式发出请求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啊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是在往这个本机 这个呢 就是我这台电脑的机器名 本机的帖子 那个板块编号是29的 这个板块给它去发帖 好 那么我们来先来进到我们本机的这个PHP问的 那这个能够成功访问之前呢 先确保我们把XAMPP取起来 在前边外部测试课程里边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什么的安装和配置这个环境 好 启动起来了以后呢 咱们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很多的一些板块 那么板块编号为29的 就这个沙龙活动的板块 它的编号呢是29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呢 会往这个板块里边 给它发500个帖子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沙龙板块活动 它的主题呢 一共是有8970个 今天呢 发生了10个 那么当我们发完 首先要看到的是 这边呢 应该是有510个 今天啊 有新增了510个帖子 那同时呢 我们这样 我们既然要模拟这个环境 还是要去考虑一些性能指标 这边啊 为了讲 只是为了讲原理 我们呢 就打开我电脑本期的任务管理器 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CPU和内存的一个使用情况就可以了 当然监控的性能指标还有很多啊 我们只是简单的做一个模拟啊 所以就不用去关注那么多的性能指标 我们看到现在CPU的使用率也不低 340%的样子 内存呢 使用是1.48个G 好 好我们现在呢 来运行这一段代码 好 这边我们看到的叫Response Time 就是每发一个帖子所花的时间 我们看到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因为呢 用户数量越来越多 现在相对50个用户同时在发帖 当然 都是不完全一致的 由最好又短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就是用户感受到的响应时间 好 我们再来看 这边我的内存 一下上升到了1.63个G CPU呢 直接标到100% 说明什么 简单来说 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 就是我这套系统 没有办法支持50个用户同时访问 因为CPU已经成为瓶颈了 内存还好 上涨了一点点 100度少 但CPU已经100%了 就CPU已经是瓶颈了 OK 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 它没有办法支撑50个用户同时访问 那么 为什么50用户都支撑不了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套环境就是一个单机 我的服务器啊 数据库啊 客户端啊 都在我同一台电脑上 好 我们看到啊 CPU下下去了 证明这边已经运行完了 CPU直接下来了 因为我们 我们这台电脑所有的环境 硬件软件 这个服务器数据库前台后台都在同一台电脑上 所以本身呢 我给服务器发请求的时候 我这个加瓦的代码本身也会消耗CPU 所以呢 这种环境它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这也是模拟真实场景 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我们该模拟发请求的这些性能测试机器 那应该是别的机器 我们的服务器端应该是有服务器端专门的机器 我们的数据库应该是有数据库专门的服务器 这才是一个典型的三层架构 硬件上最起码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标配 所有的都走在同一台电脑上 得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呢 比方说两个版本啊 我们这个系统有两个版本 我们两个版本之间做对比 在同样的这一台电脑上对比一下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 相比较来说 他们有一些参考价值 但是从主约队指标来说 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可言的 这一点也特别注意一下 当然我们呢只是为了给它演示原理 所以呢没有关系 毕竟不是真实的在做性能测试 好 这是我们监控到的一些指标 但我们现在要看50个 它已经标到100%了 那么我们看看20个用户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的 那就直接把这个改成20就行了 那50和20呢 是我们为了评估这个系统 到底能支撑的用户数量呢 而设定的一些负载量 20个不妨可以来一会再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到底这500个帖子 有没有发送给服务器端成功 那这边应该是510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OK没有问题 的确多发了510个 这边呢也变成9400期了 的确500个帖子发出来了 证明呢 虽然是CPU成了瓶颈 但是呢 服务器端的功能还好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慢一点而已 还不至于导致服务器崩溃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得出的另外一个结论 通过这样一个Java的性能测试代码 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性能测试的一些 比较直观的一些结论 那么这边运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输出呢 那对呢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户 感知到的一个响应时间 多少毫秒 多少毫秒 几秒钟 因为由于CPU已经到100% 所以这个响应时间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相对是比较慢的一个响应时间 那我们呢 应该去提升我们的CPU 让这个响应时间更快 OK 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性能测试的 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 相信大家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呢 应该说是 自己也是有能力呢 去写一些代码来实现性能测试了 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课 达到的一个目的 同时呢 更深刻的去理解 前边一节课 我给大家讲的性能测试的核心的原理 我们不当然要知道原理 同时也要知道 怎么样去实现这些原理 这才是一个完善的一个学习 否则的话呢 就会变成 像我们以往的 或者传统的一些学习 就听到老师讲了个原理 知道这个原理 背下来就完了 具体怎么来用 不知道 一面试 一无所知 因为印象不深刻 也没有自己动手操作过 也没有设计过一个 很合适的一个实验 来验证我们这些想法 所以呢 我们就很难把这些东西 正儿八经理解透 更谈不上把它说得明白了 好吧 那么这节课的话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就先到这儿了